哈喽大家好,我是MCN卖车妹凯莉 又来到卖车妹知识分享 我今天的主题是 我是大敬老 哈哈哈 CUT 精神点 任时演员都是演员 我是John Wong来自典型汽车微信有限公司 然后我们的公司是专门提供 上门更换大敬服务与保险收藏服务 相信大部分的车主在购买车的时候 都会被问到你要不要另外加大敬险 那你就会懊恼 为什么我的车的保险没有包括大敬险 汽车本身的保险呢 它其实也是可以claim大敬的 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么做 是因为如果是假设你把这个保险 就是汽车的保险拿去claim大敬过后 你的NCD它会没有掉 就是说如果我没有买到大敬险 然后我的大敬列了 我要claim也是可以的 可是我这样子就等于claim我的汽车保险 所以我的NCD就会没有掉 对 再加上因为车的保险 它本身一个东西叫做betterment 就是通常保险公司超过5年的话 它会有一个折旧 所以如果你来claim禁止的话 那么你的betterment它会apply在你的车上 那个差额你就需要另外支付 所以通常没有人这么做 就是不划算 对 非常的不划算 所以总之就是你另外购买 还好过你去claim你自己汽车的购买 选择要买或者不要买 这样这么说是没有错 你可以选择要买或者不要买 但是我们通常都建议顾客去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以基本的数学来算 假设一辆车它的大敬 平时我们跟换先前是接近1000块 那么你保大敬 那么你的保额就是也保1000哦 所以你的保费就是150嘛 对不对 就是保额的15% 对 保额的15%就是150块 那么你自己乘一乘 6年过后 6年过后总数的保费才支付了900块 所以就是说你等于6年过后大敬破了 你去换你去glaim保险 你都还不到1000块 所以基本上你保保险是绝度不会亏的 我们可以预防不要让那个大敬链吗 如果我可以预防得到的话 那我就不要买大敬鞋啦 大敬链呢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意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可以减少它发生的几率 而没有办法说完全的避免 最基本就是可能我们在高速工程上行走的时候 前面如果是有卡车 或者是尤其是货买货 不要跟它那么近 它石头会飞过来 当然有时你会发现石头不懂从哪里飞来 对 这个就是飞来很货 这个就没办法说了 还有一个就是假设你的车在太阳底下暴晒 很多人做错一个方式就是车很热 它用水去淋它降温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让你禁止破裂的原因 因为热胀冷缩 对热胀冷缩 它来不及反应啊 它就想开了 可是如果我买大敬鞋是只有保大敬 万一我的其他镜子裂了爆了我可以Claim吗 可以的 大敬保险是这样 所谓的禁止保险呢它是Claim任何一边 就是包括你前面大敬 后面大敬 门敬 甚至天窗 还有一个小小个三角形的那个 是那个也是保的 可是就是禁止保险它一年只可以Claim一次 一年我只可以Claim一次 对 如果我真的很倒霉 我Claim了第一次过后 几个月后我的镜子又在列 我可以再Claim 是不行的 一份保单只可以Claim一次 假设你的镜子Claim了过后 那么我们通常会建议顾客 如果你的那个保险要到期还有很久 我们会建议顾客去找回他的保险经纪 去重新Reinsured 就是重新把你的大定限再加回去 意思就是说今天我Claim了一次 我还可以再买多一次 可以可以 要找回你的保险经纪 价格还是一样 价格是一样的 再买多一次就可以了 对的对的 那有没有限制说 一年我可以买多几次 其实是没有限制啊 可是应该不会有人这么随 一年包这么多次了 通常两次是很厉害的 通常所以他其实是不会有说中黑名单 这个人时常包大定 我不要给他包 是不会 这辆车子里面哪一片镜子是最贵 哪一片镜子是最便宜 这个没有一个正确的说法 这是看车款 大多数的车款是前面大定是最贵的 大多数是这样 那有些车款比如说 Camry Toyota Vios 它后面大径其实是贵过前面那片大径 以成本的概念来算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 这辆款车 它前后大径都一样大小的 可是后面大径多了 它是一个热线 就是热线 热线 那么它的生产成本当然会比较高 所以就比较贵 当然你算Mivey的话 当然后面大径就比较便宜 它小片嘛 这个是以成本概念来算的话 那如果是旁边的镜子它会比较便宜对不对 它会比大径便宜 所以车款的门镜是特别贵的 那比如说那个车款的门镜可能做到来要花900块 那么我就当然是建议顾客去glam 当然有些车款它的门镜可能做到来只有200多块 可是你可能你保大径 你保一个15块比如说 那么15%你的保费就大概是225嘛 这样你出的保费跟你做一个门镜的价钱差不多一样 但我们就不建议顾客去glam 因为你还可能有机会 前面大径可以glam 之前我有好一些顾客跟我说 他后面的镜子突然间裂掉 然后我就问他 是不是有那个割草工人在附近随时都谈到 他说没有 他的花园是没有割草工人进来的 可是就是他晚上停车 隔天准备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到 他这个镜子已经裂掉 而且其实不止一个顾客这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玻璃嘛 对不对 玻璃其实它有一个0.1% 根据统计啦 是一个0.1%它有一个自爆率 就是玻璃会自己破掉的 玻璃会自己破掉 就算是我们自己大镜店 我们收着我们的stock 他久不久都会自己爆一片 他想开就开了 有什么原理吗 没有原理 通常我们外面的车子 会爆不外乎比较常有的 第一个就是你石锁达到 因为后面镜子破到完的嘛 所以你找不到任何的缘油 还有一个就是热干人锁 这个也是会让你后面镜子爆掉的 我问你后面镜子是不是没有防暴 后面镜子没有防暴的 首位的防暴就是双层镜啦 对啊 有些auto车 像 Mercedes-Benz 比较新一代的 它就是双层镜的 我们日本车 本地车多数都是单身镜 有些人它那个heater 后面的heater热线 他们没有关 会不会也是其中一个可能会自爆的原因 这个通常很少啦 因为它不至于去热到它爆掉的 现在如果我要看大镜的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它的程序是怎样 通常看大镜的就是基本上只是准备文件 只是四大文件就是 就是车卡 保单 还有车主的IC 还有车主的license 这四个文件就是基本的 这个是for 车在私人名方面 如果是公司车的话 因为车主是公司嘛 所以公司的IC就是那种 Pora 9啊 Form 49啊 这些SSM注册 对对对对 你需要去报案吗 如果你是正常的破 就是正常的石头打造 裂掉这些 基本上不用报案了 如果那间公司有要求你去报案 就代表那间公司不是那间保鲜公司的尾认公司 如果现在这辆车是发生车祸 而导致大镜裂 它发生车祸 我们是直接拿去Washow Claim我们自己的保鲜吗 对跟车的保鲜 这样子我跟那片大镜 它会Claim掉我的大镜鞜吗 不会不会 它就跟那个车的一起 反正NCD也是 对对反正NCD也没有 然后就跟着一起车一次保鲜也跟掉了 我的大镜鞜还是保留的 对 我有听到一些人说 换了大镜过后 车的噪音会比之前的来的大 通常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所谓的噪音可能是 你会听到风声比较大 这种通常是因为那个塑胶 就是大镜旁边塑胶装的不好 所以这个是跟手工 手工有关系 当然很多新款的车 像新款的Vio 30 类的 大镜子甚至也变了没有 没有塑胶变了 所以这种车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如果它有风声 就代表它就禁止了 那个我们的大镜鞜 那个保额的价钱 我一定要跟保险公司开的吗 他们一定是开贵过外面的市场价的吗 那是不一定的 通常保险 保险经济他们的系统里面有一个 suggestion price 就是它是建议你到多少 但是其实 进责的价钱是跟着市场的 demand and supply 的那个价钱去浮动的嘛 当然浮动不会很大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保险经济呢 来联络这些 像我们这种大镜专业的 然后我们会告诉他 advice他大概share cover多少钱 那么顾客就不会保太高的数目咯 也不会保under insurance 如果我的车之前已经连了隔热膜 那我clean了大镜过后 我的隔热膜怎么办 如果你的车原本有贴隔热膜 其实大镜保险clean的时候 隔热膜是可以一起clean进去的 但是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你的保额必须高于你的大镜的价钱 假设Torota BIOS 通常大家都是保一个一千块嘛 对不对 然后你必须保到可能千三千五 那么你会多一个三百五百的国大 这样子就可以拿去clean你的tinter咯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 你原本的大镜必须有个热膜 假设原本你的大镜没有个热膜嘛 所以你就其实是不能clean的 不管你保多那么高的数 你都是不能去clean tinter的 保险是这样 你有什么它让你所赔什么 你没有的东西它不会另外给你 不是因为你保额高 你们怎样知道没有隔热膜 那个镜子都已经睡完了 很简单 保险公司有一个很简单的步骤 就是当我们把镜子拆出来 又或者是像你后面镜睡到晚的时候 那隔热膜它一定还会有点尸体的 我们是需要把那个尸体撕出来 拍给保险公司看 证明这些东西 可是我之前的隔热膜是很贵的 贵的隔热膜通常在市场上大家都知道哪些牌子嘛 那么这些隔热膜呢 它一定会有Certificate 扣的是warranty card 你只要可以把这个Certificate 证明给保险公司看 保险公司通常会照着它的价钱有所赔的 刚才你说那样车子的搭镜是一千块 对 然后我要多过 就可能保一个千三千五 对 可是其实我自己的Denter 我捏了一千块了 那么你就保两千啦 就一千加一千啦 当然你要Glam超过 300到500的以上的价钱 你一定要有一个Certificate去证明 假设你没有办法证明 保险公司是没有办法配料你这么高的价钱 这样你们会捏什么隔热膜给我 如果我真的是没有那个证明 三五百块可以捏到什么值 你们会不会随便捏一个隔热膜给我 外面的隔热膜有太多种嘛 但是在市场上通常300到500块来讲 一片大镜 已经可以黏到一个Nano Ceramic 大概90%隔热的纸 很不错的纸了 这是一片大镜嘛 对 只是一片大镜 只是一片大镜 对对对 那么你们说 我现在是用着Proton的车子 我是不是一定要回去Proton的车厂来换我的大镜 还是其实我可以找你们 那找你们和原厂是有什么分别 其实是没有差的啦 因为我们就算是我们外面不是图铺 不是原厂做的嘛 我们给的镜子也是原装的 然后因为我们是保险公司的委任公司嘛 所以我们每一个步骤 包括你的镜子是不是原装 它会有一个LOG 就是标签 我们也需要把标签 撑上去给保险公司看 所以我们必须换我们原厂给不够 除非它的保额不够 当然保额不够 你回原厂的话 你也是不够 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 就是给你们做也是一样是拿到原装的 是的 是的 现在都市人都很忙碌嘛 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 还要开着我那个已经裂了的大镜 出去换大镜 然后还要在那里等几个小时 有什么解决方法嘛 我们的公司是专门提供上门跟换大镜服务的 通常是门禁或者后面大镜嘛 然后尤其是女生 他们会比较害怕 把这车开在半个玻璃塌下来 对 这个是绝对会发生的情况 那么我们的公司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到你家 在你家前面就帮你看好 打个电话给你们 你们就过来了 哇很好耶 剩下很多时间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的汽车大镜真的 那么倒霉烈了 你们可以直接找他 打个电话给他就可以了 你可以在Facebook找到我们的专业 你打JB Mobile Windscreen 又或者是打Lanhang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 subscribe 还有小铃铛跟他按下去 接下来我都会陆陆续续的分享 更多有关车的知识 还有一些教学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